到現場了 這一次專案孵化定賽的評審 橫跨公民社群學者以及NGO組織 背景相當多元 現在我們將依序請五位評審 用一分鐘的時間來進行自我介紹 讓我們首先邀請G0V周松團的志工 哲偉來進行自我介紹 好 各位參與今天小學校的活動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哲偉 代表周松團的志工 這一次也是小學校進入第三年的一個決選活動 所以今年度我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比較不一樣的部分 我想大家在參加初選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個算是腦力激淡的過程 所以我們這一次把獎金也在初選的時候 就給予一些獎勵機 那初選階段 這一次大家團隊也蠻熱烈的在申請 就是Mentour這樣的機制 所以社群裡面其實蠻多長期做社群專案的朋友 他有一些技術開發的經驗 甚至有一些做專案的經驗 那我們每一盒這樣的Mentour的角色 讓參賽團隊去約這個Mentour的時間來做一些諮詢 那有部分的團隊其實也看得到他的共筆文件裡面 有一些討論的新的方向來協助專案去做發展 也就是說我想小學校這一塊當然是把社群 跟大家做專案的需求做一個媒合的橋樑 透過競賽有一點時間的進程 有一些時程的提醒 讓大家做專案更有一些動力 那也希望曝光 也就是說大家做自己的事情 其實讓整個社會各界讓更多的朋友或是團體來知道 創造更多的連結 這我想都是小學校來做舊中團的角色的目標 所以未來第四年第五年 其實也蠻希望各界的團體 或者你的專案經驗也可以回歸給我們 怎麼樣讓小學校這種場域可以做得更好 然後做得更有推展性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這邊的介紹 非常感謝各位的分享 接下來請台南新芽協會常務理事 顏婉玲理事請您分享 大家好我是婉玲 那可能在座有一些朋友 我在跟G0V鬼混也有個幾年的時間 那我自己本身大部分時間其實在台南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除了有一個開放社群的身份之外 還有一個是這個地方來的身份 那也很希望我這樣子的加入 可以帶給大家更多不同的視野跟更多的思考 謝謝 感謝婉玲的分享 感謝婉玲的分享 接下來請 中華民國正舵學會常務理事 丁志仁理事進行分享 各位好 那個我叫丁志仁 然後知識人人無求生以害人 有殺生以成人 那大家都圈子裡面都叫我丁丁 那我現在手上 我是大概第三十九年的教育歲運的老兵 真的有點老 那我現在手上有三個事情 第一個事情就是希望把過去十年 台灣在實驗教育發展出來的自主學習的這個點半跟模式 給他喬接到體制學院裡面去 所有人都說你做這件事情是踢到鐵板 對不對 那事實上我的遭遇是踢到鋼板 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做世代喬接 那因為我們這個世代的人他對他對社運比較 比較有參與 但是越到年紀小一點的世代對不對 因為可能就是在台灣已經走出現在很多年之後成長的 所以對那個社運比較沒有那麼多的熱情 但是事實上我覺得正在成長中這個世代的年輕人 他們最大的課題是世代團結 是避免因為原子化在體制中被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比較那個不能動彈也沒有出路的族群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就是說那個社運世代 跟現在的年輕世代其實有很大的機會可以互相 互相瞧接 那我時間用太多了 所以第三件事情就不跟大家分享報告了 謝謝 謝謝丁志仁先生的分享 接下來請台大政治系的劉康慧教授進行分享 各位臨時小學的行動家們大家好 我是台灣大學政治系的劉康慧教授 那今天非常榮幸來到這邊 可以跟各位就是學習你們的行動力 然後在過去這一年中你們也受過訓練 然後經過一輪的選出 然後很期待你們今天的報告 那我本身呢其實在過去15年 將近快20年 其實寫了非常多 就是open government crowdsourcing 還有很多這種public engagement 也做過非常多各國的一些政府官員的訓練 鼓勵他們多用這種開放式的創新 然後engage cross-sector的人 就是不同sector的人呢 來一起來做解決問題 更重要的是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我其實的專業是在非營利組織 那其實在過去一年呢 我在課堂上實驗了 用這種工作坊的方式 來訓練我們台大的學生 那裡面其中一個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各位也知道在過去幾年的疫情 非營利組織其實碰到非常大的困難 所以我們就想要試著用台大學生的一些 特別的一些技術 幫助這些非營利組織做數位轉型 那看到各位有很多非常棒的一些想法 我就想到說 哇 原來我們在社會上不只是大學 還有很多我們的高中生 還有社會的就業人士 其實高手在民間 所以我相信呢 透過像這樣的平台 我們可以有更多好的idea 來幫助我們這個社會 然後有更多的共好 以及更多善的力量 好 謝謝大家 感謝劉康慧教授的分享 接下來我們請 Sitcom學生計算經驗會共同發起人 第一去處理遊戲營運是我的日常 所以對於專案的後續營運 跟各種想法 或許也可以給大家一些想法跟建議 那可以先打個預防針 就是其實每個專案都有他自己的好 只是因為是個競賽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壓到二維的方式裡面 就是這個線性的評分 所以就是如果不幸今天沒有得名 那個不用太灰心 就只是因為在我們的價值觀裡面 在四位評審的價值觀裡面 得出來的結果是這樣 可是其實價值觀是多面向的 那其實你的專案在社會上 還是有很多值得貢獻的地方 可以不用灰心繼續做下去 OK 就這樣 謝謝 感謝黃衣進共同發起人的分享 以上就是今天專案浮花競賽的評審介紹